各位,今天的點票結果是8對20發票是否定了議案 嗯,發生!發生! 好啦,講完了 每個月威陷阱都報得這麼差,沒有用的 如果每個都有田宮娘子這麼有智慧,月威陷阱就裝了 田宮娘子是一個可以打三個 田宮娘子是其中一隻寄生獸 但這隻寄生獸,其實寄生獸也是有差距的 對,有差距的 例如主角右手那隻阿佑比較好奇心強一點 有一個就沒有感情 而且他沒有那麼高侵略性 因為他的感覺就不需要吃人 他只需要透過全身的血液就可以吸取到氧液 有些寄生獸,有東西就吃了,為何要遷就這班人 有些是隨意一點 有些是假的,因為笑得很假的 不是,其實全部都不會笑的 所有寄生獸都是沒有感情的 他們是要學習的 只有田宮娘子到最後發現自己 原來不用強硬來都笑得出 第一次的 而田宮娘子就是寄生獸裡面最聰明的那個 因為他會做很多研究的 還有他會對大學讀書 應該是兩次的 他是和主角在公園裡救回嬰兒之前那一晚 和他在公園裡面 我覺得他也是真心笑的 有某程度上我懷疑,這是我的揣測 雅明君說感情是透過親子關係 但是寄生獸是沒有親子關係 他只是有吃不吃的關係 他沒有私敵和女兒的關係 就是吃不吃的關係 他沒有再重複的關係 透過人和人的關係 之後才可以得到感情這一種元素 因為田宮娘子他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就是 他真的做了一個寄生獸組織 去為自己的同類謀取福利 例如他說,吃東西呢 就不去街上吃 要有固定的食堂 我就畫了幾個地方給你們吃 可以吃白粉 例如他會做實驗 例如他自己和另一隻寄生獸做 然後發覺是會大肚 而那個小朋友是人類 例如他會自己 他會做這些研究 嘗試吃很多人類吃的東西 我發覺其實是生存到的 即是他們不必要一定吃人的 例如他其實保住主角條名寶很久 因為很多寄生寄生 就是田宮娘子說 我覺得這個人相當優點 不是,他說他很有軟身 很有研究價值 但是他真的不用轉身 都能射到那個三分波 他的後眼 例如他也研究了一隻 超強勁的物種就叫後騰出來 我們可能之後再說 他是一個很 很有研究精神 他很想探究寄生獸這種物種 在地球出現是有什麼意義 然後如何融入人類社會 他可以繼續賴以生存 其實他是考慮一個族群全族的問題 因為他甚至比很多人類都聰明 你看到他那種思考方式 他顧及那些東西 所以田宮娘子其實 他都非常果斷的 其實他有一段就是 就是他被他媽媽 被他上個真圈 被真正的田宮娘子的媽媽 來探望他的事 對,來探望他的事 你是誰 他一認就認得出 你這個人不是田宮娘子 他就非常果斷的 立刻殺了他的母親 然後他透過這次的實例 又發掘到另一個疑問 為什麼這個女人這麼快 可以認得到我不是田宮娘子 是羊毛、聲線全部的東西 都可以配合到的 到底是否因為他是媽媽 所以有這樣的分別 可以立刻辨識到他的子女 真是一個非常科學家的角色 而他就不停地做實驗 就搞到全新一存在的城市 和隔壁的城市都是混亂的 因為他這傢伙真的很過癮 他直接去了全新一家學校教書 其中好像有一個 因為我有一點印象有點模糊 我好像說他真的想觀察全新一的親眼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心態 他就帶了其他寄生兽去混入教學校 那群寄生兽就比較容貌 他不是因為全新一而來 他是來到才發現全新一 他剛剛來到 發現全新一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有研究解釋 在禮堂上互瞇一眼 互相知道原來對方是寄生兽 田宮娘子其實就因為知道 非常好奇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與別不同 就好像七黑鐘的營火熔一樣 你那隻寄生兽 是沒有進入腦 所以他就想觀察他 為什麼這樣也存在到呢 最重要的是 因為當時他們還以為一定要吃人 一定要上腦 但因為全新一和阿柔的關係 原來通過血液可以養活寄生兽 即是他不需要侵佔他的腦部 以及思想 控制他 一定要吃人 都可以生存 這個對於寄生兽來說 是一種暫身的想法 因為他們一來到地球 他只有一種使命 就是要入侵腦袋 入侵腦袋 吃了這隻種 取代了那個人 所以他一直都想研究他 希望透過觀察 而知道一些東西 令寄生兽可以永續 與人類共存 其實現在這樣看 我看了才沒有懷疑 某程度上後藤 為什麼可以有五合一的出現 可能都是受米奇和全新一的看法 田宮娘子才會想到 不一定要 或者其實是受日本的特攝片影響 或者是白獸王的特攝影響 白獸王 肯定是這樣的 有間模型店看到波桃卡片 原來好像這樣 都可以 或者是建造派 不停地承認 其實說到這樣 後藤最後的形態 某程度上是有點像胡魚女帝 什麼胡魚女帝 很像他 富江怎麼會抄別人 差不多時間 富江是不會抄別人 富江是不會抄別人 哪個時間比較早 應該是一來白雪後一點 其實應該是雅明君 應該是寄生壽司 對 對 抄得好一點有什麼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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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匯女兄和匯女帝都相似 是嗎 匯女兄不是就是 騎一步 是一步 就是他就是米奇 讀者接受到這些 不是叫做 參考 其實富江有說過 受到不知來源的啟發 就會視為原創 是《幽由白書》的接葉 裏面有說過 田公娘子最後也為了拯救自己的寶寶 我覺得那種簡直叫自殺 其實他如果死不去 他那一刻已經成為哲學家了 我覺得他是可以不死的 但他是無所謂 他是故意自衛 他脫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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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後面後藤都是子彈 甚至是散彈槍 很大殺傷力 相對於田公娘子在公園那一幕 只是打手槍而已 他走得很困難 甚至是米奇和全世界都說 要殺所有警察 說都沒那麼容易 你以為我拿著一把傘 我整個頭都很生修 所以就不同 所以他那一刻是自殺的 而且他要保護那個寶寶 田公娘子大約是這樣 其實說田公娘子 就要說他其中一個合作夥伴 溫心老契 就是那個市長 黃川市長 因為他最初報的局是怎樣呢 因為他最初參選的時候 他在街頭的局面 在台上有六個人的時候 因為寄生獸和寄生獸之間是感應到的 然後阿佑又跟主角說 那邊有一堆寄生獸 其實他在一個故事一直都 他在車站裡追蹤了兩隻 然後說同一個方向好像在傾談 向著同一個地方走 走到一個很多人很密集的地方 那裡很多 當時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演講政治宣傳的地方 那裡本身有六隻 然後下面聽的 台下有兩隻 牆內有六隻 牆外有兩隻 對 台上說有六隻 然後全身一看上台上就有六 就是有六個人 當中就是包括了港川江志 當時還是一個候選人的身材 候選市長 所以這個故事一直都誤導或暗示 廣川市長是一隻寄生獸 他是想誤導你 而且中間有一段 後藤跟廣川聊天的時候 後藤當然是超強 所以他已經離開了 他跟廣川說 其實你要離開也很簡單 你應該沒問題 他這個是一種誤導 因為他在寄生獸的能力上 但其實這句背後的意思是 其實你是人 你要走他一定會放過你 這裏在書中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暗示的 但是他 如果代回後藤的角色 你會覺得後藤也這麼厲害 那時候才知道他是五合一 那時候你會好像阿天那樣說 他其實不斷暗示告訴你 廣川也是一個寄生獸 現在是比後藤更厲害的寄生獸 他是想誤導你這個方式 他沒有暗示是不是寄生獸 他暗示他 你比我厲害 這句話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只是想令讀者覺得 他也是寄生獸 比他厲害是另一回事 因為他這句話 你要走都很容易 沒有說比我更加容易 即使也有這句話 但是因為後藤知道他是人類 所以這裏是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其實廣川這個誤導是非常精彩的 因為我那時候去看後編 我和一個母體原住的一起去看 他說他猜不到原來廣川是人 因為他本書或者電影都很有趣 他經常在寄生獸走來走去 那時候你不會想像到這個人是人 不過如果你看回尤其是真人電影版 北川一輝做的廣川是非常精彩 他真的可以演繹得到其實 如果你細心看 他是人類和寄生獸之間的形態 是有分別的 例如寄生獸的面部表情相對比較 表情 身體的坐姿或站姿都不是人類那麼自然 但是北川一輝其實他是做人類坐的動作 例如臉或是笑的表情他是做自己的動作 或者其他的演員就是刻意地做一些不協調的動作 去突顯這個演員他是真的像一個人類 但是因為漫畫畫工實在表達不到這種形態 也不是的 他畫的其他人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很僵硬的 有一點點分別的 這個我想南明君是做了一次很精彩的示範 就是這個是戲劇效果來的 就是他一直都不提供某一些資訊 然後你其實你發覺你每一個寄生獸都變形 但是唯獨廣川是沒有變形的 另外廣川我想作為一個人類 就是他相信了寄生獸 是因為他透過寄生獸是完全地理解 或者是認為人類才是仆街 就是終極的仆街 還有這一段真的很瘋 因為廣川是一個人 你後來想回頭 你後來再想回頭 他就是一直在一群寄生獸中間生活 你會覺得這個人的手段真的厲害 還有因為你想不到的是 究竟一個人類和寄生獸合作 他是想得到什麼呢 你不會這樣想的 最後他臨死之前就發表了很偉大的演說 就是在議會上講的 先講講情況 其實人類已經發現了寄生獸 他們想殲滅一些寄生獸 就供了入市政廳裡面 議會 即是市政大樓裡面 那一刻已經有很多寄生獸被人消滅了 這個情況很有效率 但入到裡面的時候 他們想追殺廣川 那廣川在市政大樓裡面的一個演講廳裡面 就講他的言論 最簡單說最後一段 就是他就說 人類作為萬物之靈 就應該要考慮全體生物的繁榮 就是not only talking about human 所有 而不只是人類一種生物 人類大言不慘地講為了正義 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義呢 和寄生在人類身體擔任保衛生物全體平衡角色的我們比較起來 其實他這句應該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不是 但他這樣講的話 就是要令所有人都說他是寄生獸 人類才是腐蝕地球的寄生蟲 不是 是寄生獸 然後人們就開槍殺他 然後到他死的時候 原來是人 極度精彩 他死之前也不認為他是人類 即是你還會有一種期待 你覺得他一彈來彈去 然後掃牆 即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期待 就開始變婦女帝 但是他就簡直單單就 但他這邊就 明君就告訴你 他是人類 那種震撼是非常之大 所以如果有時候我們經常說看一些書 看一些漫畫 有一些角色是代表著作者說話的話 我自己認為廣村市長他就是代表著作者 說著他最想在這本書表達的中心思想 我反而覺得其實他每個角色都 有分擔 有時都在說一些雪教的東西 我不一定認為廣村是說著作者認同的東西 但我會覺得他是在說著這個世界上 某一部分人覺得是這樣的事實 其實如果大家細心看了專欄 即是那些信箱或者對答 其實他有說過 他沒有說他真的特別很認同廣村 廣村或者寄生手 他覺得人類有人類的局限 他沒有辦法做得到 他未必一定很完全認同寄生手這種邏輯 但是作為人類 他認為應該可以嘗試和多些大自然共存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們第一節都說過 他是嘗試代入寄生手那種思想去寫這本書 即是一些不是人類的物種 其實他在這本書廣村那種 他也是代入另一類人的思想 看看他怎樣看這個地球的問題 在我的理解就是 是一種很反人類的人類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或者是他那個看東西的層次 他不是真的在說人類 而是在說整個地球的物種 其實又不是沒有的 我怕我看過有些 哈利活電影或者文學作品都說 有些極端的環保分子 覺得應該殺人 即是殺多些人去拯救這個地球 即是有些類似的思想 我知道 王子華其中一種 就是不生 即是不殺人 講得這麼沉重的 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剛剛講到我提到的 我們手上的這一套 《記生手完全版》後面 是有些讀者的來信 話語話之間都有的 解答的 這些是 以我得到 知道的就是 它在雜誌上 解答讀者來信的一個專欄 这次就收录在完全版里,其中一题是读者来信,为何全身是一个高中生 为何这个设定是将故事的舞台设定在高中的佛迹,可能是比较初期的事 就这样问亚明君,亚明君就告诉你,我构思这个故事的初期,有一个画面在我脑子里面犯起了 就是波恶? 不是,就是男主角的右手在女主角前面变成一条兴奋的羊具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从而衍生了多深瘦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客气的,他将自己贬义了,只是纯粹想搞狠狠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厉害,写出来有一个狠狠的,而隐身的一套,满布人类思考,反思的一套漫画 简直是日晚界的肥龙和骨精强 所以还减合了 就是,喂肥龙醒啊 不停拍自己的右手 喂,帮手打给劍 所以我觉得亚明君真是很有...鬼才 很厉害 如果见真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死板的人 但他就写了一套这么全面的作品 网友就说,其实最后那个《杀人狂》也很突出 我想就是说后藤 不是啊,是袍杀 不是啊,袍杀 那先说后藤先袍杀 后藤先吧 其实后藤只不过是单纯一个好丑的人 很厉害的 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思想在里面 其实可以并想毁灭了人类 是的,其实可以并排地说的 A先生,岛田秀孔和后藤 其实都是寄生秀里面的武斗派 战斗的战士的角色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田公娘子控制不了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见主角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有意 后藤算可以控制到的 有点勉强的 因为他有说过,其实就是田公娘子创造我们出来的 是的 我觉得他还是信服于他的 他说的是五合一的状态 五合一当中,其实有两个可以做头 做司令塔 就是头领战士 一个就是后藤 做司令塔的角色做得比较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三木 后期就已经变成 只有后藤 三木旗是右手 因为他的日文也是 米吉 所以其实也是玩食字 三木就是右手的角色 但五合一当后藤变成头 做司令塔的角色 做统合这个角色 就是叶角边的位置 对,但是厉害了很多 叶角边就是肺的头 就是三木 你也是适合右手 对,我打飞机 因为三木他控制到有些僵硬的身体 但是后藤是可以控制到弹琴的 因为其实他是这样的 他说三木只能控制到三个 三个 不是,他可以把五个 统合成三个 所以米奇当时就感觉到三木追杀 就说有三个人追紧我 他就感觉到有三个 有两个意识就被分散了 因为他可以控制到自己的头 还有左右两个手 因为他有一段追捕 全身衣的时候 都说他会跌落地 又踢倒 跑得又不快 但是一转后藤做司令塔的时候 后藤是整个人变得超级晒人 就是脚又变 手又变 然后在树林之间跳来跳去 是劲很多 他是可以做到优化 他是把脚变形成一只炮的脚 然后从而令到他可以追斜 可以用脚去追斜 而且这里 你说如果早上走到巴士的时候 挺好用的 不,米奇的也可以 身长一点就可以追到 抓到前面的车 也就是 所以这里其实很有趣 刚才说米奇在演讲台 看到有六个人 六只寄生兽 其实那时候就是台上有广村市长 其实就是说后藤那里有五只 因为他那时候仍然是融合得那么好 所以仍然是五个人 所以再加一只隔离 我觉得其实有点硬 他输后后又再解释 有点硬 不要紧 事实上你看后藤是在广村隔离的 后藤后后可以变右炮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进化了 即是再控制得好一点 那时候那时候完全看了 而事实上你也看到他的那种 在故事里面的后段 比如说他在议会厅的时候 在市政大楼那里打的时候 有一段是很精彩的 就是说人类在那里 在那里殲滅一些寄生兽 追了进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 一件事慢慢开始让 那些寄生兽 即是感觉到死一个 死一个 然后想着走 然后那班军人 就冲了进去市政大楼里面 就开始打算追杀一些正余 因为他们全部都stay behind 即是不出去 他们觉得不出去 你刮不了我 你不是签灭不了我 因为他们 人类当时围堵东福山议会 他们当时在等着华叔 又在等着华叔 等着华叔 等着华叔未来 他们不可以过过 因为说一班 平坚警暴堡 三田警暴堡 山岸二座 他们组终了一个 围堵寄生兽的行动 即是已经看中了港村 即是觉得港村 都是寄生兽来的 围堵这个港村集团 冲进去就打算做下它 那段其实都 山岸二座 这个军人的首领 他又是带着一队重装的军人 坐去突警 掃墙 已经掃墙了很多 因为他们的选 不是掃墙 他们的选择就是 有危险的分子进来 因为里面有人类 你说的是东福山 那里斯正大楼里面 斯正大楼里面是有人类的 好像议会里面也有人类 逐些人逐些人放出来 然后再透过 一步掃墙 看看他是否人类 然后再孤立 再用重炮火 一击 用散弹 打穿了心臟 就弄死他 这里不说 前面那段 说完一点 因为后期 那些寄生兽 互相感应到 越来越多 走出去的寄生兽 会死了 就知道了有这样的情绪 所以他们就留下了 约莫下有40个人 主要是来自港村市长的办公室 跟特首办一样的组织 我真的发觉梁振英的少年有些僵硬 可能他就是人类 你明白为何这女孩这么任性 他能评论一些东西 留在家里吧 别说他很危险 你明白他妻子 为何要评论他 因为他真是会变 变那两个鉗 不是啊 我不这样认同 我觉得他的奸笑 冷笑很真 你说港村江志 不是我说港村江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回了 所以最后警察都发觉 开始刮不到有寄生兽 出来 他们醒目了 是的 然后冲进去 之后就发觉里面有40人 就说扮开会 好像立浩言那样 扮开会 就说要去不到 就是那40票 哈哈哈 所以之后就 怪不得啊 广村议长演讲的时候里面没人 就是说说山浪 山浪意在 就要找到浦尚 找到评价 就是带一队人 冲进去议会里面 总之就是把 剩余的寄生兽 对 但是这一幕呢 电影拍得很精彩 是怎样 虽然他 你没有看电影 因为呢 其实呢 我觉得那条桥有一些勾 怎样勾法呢 即是你 刮完一个人 接着就开枪 接着就说 全部车移一移位 别人都知道你在搞事 混蛋 而且散开枪是很大声的 对啊 你砰一声 别人都知道有事 他骗着里面的人 说是个拆开枪 骗不了 那你死两个 如果是的话 以那班寄生兽 那么强 40个寄生兽 你拍多少人在那里都没用 他又不会害怕杀了那些人 他前面应该签了10个 原本应该有50个 对啊 即使你剩下40个 要KO 你花了这么长时间 刮到10个人出来 剩下40个人要KO 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说他们这么厉害的话 但是呢 在画面上 还有那个 紧张感上 是做得很精彩的 尤其是当他真人版了之后 漫画版是有点弱的 那个暴力的程度 而且有些重复的 因为他打 走廊 建筑物里面的战略 之前学校大概有些类似的画面出现过 反而我喜欢 我不知道漫画版有没有 因为有时我结了一块 就是我无奈与对白 我挺喜欢电影版的田公娘子 叫着 市长和叫着后藤他们不要搞事 他说 人类是很快 即是那些影秀要 人类垃圾 两个人类是很快的 当他们是个体的时候 有漫画都有 但是他们成为群体的时候 我们扑硬街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震撼的论述 因为透过一个寄生兽的口 寄生兽告诉你 你不要放过我们 你放过我们 我们是一种很弱小的 寄生兽跟你说 然后他告诉你 为什么呢 他就解释了 人类可能个别来说 不会比我们寄生兽 不够寄生兽打的 但是当他们团结 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是机器 是巨型的大佬 当他们在运用这个巨型的大佬 我想在某程度上是说 制度、文化、团体、组织 这类的东西 我觉得很简单 他在这里想说一件事 其实他不是觉得人是这样 而是他认为人可以是这样 就是颜文君觉得人可以是这样 他在说的是 人是需要团结 他觉得人现在是不团结的 所以田工良子 我都觉得现在人不团结 靠田工良子把口去说出来 又是有一段很震撼的故事和对话 其实田工良子说的东西 现在某个很大的国家 勃起中的国家 都是这样说 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是很弱的 你不要伤害我们 他只是发展中国 他一边在伤害其他人一边跟我说 你真的不要搞我们 是啊 我们历史又那么惨痛 经常都被人欺負 我们很脆弱 人民的感情又容易被伤害 我真是屌尼老尾了 那些傻子不是挺身手 历史上 英国不是有一样打福克兰战的 他们这么远 我们去南海建了机场 是不是类似这些 死了几百人 都不想做中国人多幸福 你有没有看《铁达尼号》 对啊 《铁达尼号》死了多少人 死了几十人 死了几百人 我们死了几百人 那就多惨啊 按比例 我们不就多惨啊 那说一下 说一下人物 或者战斗场 我先说一下 《山岸二座》 他有一个很精彩的剧情 他是属于勇武派的 他属于勇武派 他属于勇武派 有没有踢劫 不知道 他想着去掃场的时候 遇到一些落单了的寄生兽 那当然是搞够他 一落单勇武派就搞够他 就射他 但是他想着遇到后藤的时候 也是想着做他的 但是后藤太厉害了 他说不要紧 在这个走廊之间 这些狹窄的环境 我们发挥不了 我们去开个擂台 我们上天台 上天台 我们人多 人多少少一定赢 在天台上 然后他就走走走走走 然后就说 迫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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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知道他上天台上 他第一个推开到天台的门 他说 我们上天台赢了 然后看一看后面 看一看后面 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后藤走出来说 你那些手下 全部都搞定了 我觉得这里是 好有霸气 其实如果你抽离一点点说 电影版做得好的 就是因为他时间不够 他将两段剧情 同时并行 本来田公娘子死 我记得《漫画版》是 田公娘子死了之后 才到后藤那段发生的 电影版 就将他两段平衡 所以就很紧致的那段时间 也很快去 然后呢 本来很古怪的 在《漫画版》里面 因为后藤 搞正缘那班军人之后 就跟主角说 啊啊 遲点到你 然后他真的走了 他真的走了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在电影版 主角就职 仆街 还不立刻开车走 然后后藤追上去 立刻 其实电影版的剪裁 他其实也有这一幕 他也有追车这一幕 但他就不是贴着 在议会出来之后 其实电影版的剪裁 也做得不错 是不是时间差不多 不如我们开第三节 我们暂时休息一会 回到第三节 发叔真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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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叔真是你的